以赛亚书第30章 耶和华说 这些悖逆的儿女有祸了 他们实行计谋 却不是出于我的意思 他们结盟 却不是出于我的灵 以至罪上加罪 他们启程向埃及去 并没有求问我 却要在法老的保护下 做避难处 投靠在埃及的印币下 因此 法老的保护 必成为你们的羞耻 投靠在埃及的印币下 变成你们的耻辱 他们的领袖虽然已在所安 他们的使臣虽然已到达哈内斯 但他们都必因那 对于他们毫无利益的人民而蒙羞 那人民带来的不是帮助或益处 而是羞耻和凌辱 以下是论南地野兽的漠视 他们把财富拖在驴居的背上 把宝物拖在骆驼的风上 经过艰难困苦之地 就是公师母师 腹蛇和会飞的火蛇出没的地方 到一个对他们毫无益处的民族那里去 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 是虚幻的 因此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勃 现在你去 在他们面前把这话刻在板上 记在书卷上 做日后的证据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这是悖逆的子民 不忠心的儿女 不肯听从耶和华教导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 你们不要再看异象 又对先知说 你们不要再向我说真确的预言 倒要向我说动听的话 预言虚幻的是吧 你们要离开正道 转离异路 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以色列的圣者了 因此 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因为你们弃绝了这话 反而信赖欺压和乖僻的手段 更以此为倚靠 所以这罪孽对于你们 必像一道有了裂缝 且涂了出来 快要倒塌的高墙 在请客之间就突然倒塌 他的倒塌好像摇降的瓦器破碎一般 毫不顾惜被彻底粉碎 甚至到碎块中找不到一块 可以用来从炉里取火 或从池中摇水 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 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 但你们竟不愿意 你们却说 不 我们要骑马奔跑 所以你们真的要逃跑 你们又说 我们要骑快马 所以那些追赶你们的也必快速 一个敌人就可以威吓你们一千个人 若五个敌人威吓你们 你们都要逃跑了 以致你们所剩下的 必孤立如同山顶上的旗杆 刚临上的旗帜 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 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 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西安的人民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必不再哭泣 他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恩待你 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食物 以困魄给你们当水 但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 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 每当你偏左或偏右的时候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你要抛弃你那些包着银的雕像 和镀了金的柱像 如同污秽之物一般抛弃他们 又对他们说去吧 你撒在地里的种子 主必降雨在其上 并且使你地里所出产的粮食 既丰盛又肥美 到那日 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上吃草 耕地的牛和驴居必吃加盐的饲料 就是用铲和叉做阳尽的 在大型杀户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 各高山刚陵都必有溪水涌流 耶和华包扎他子民的伤口 医治他们伤痕的日子 月亮的光必像太阳的光 太阳的光必增加七倍 像七日的光一样 看哪 耶和华的民从远方而来 他的怒气烧起 浓烟上腾 他的嘴唇充满愤怒 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 他的气息如仗义的河水 只长到景象 并要用毁灭的筛把列国筛尽 又在众民口中放入使人不向灭亡的绝环 你们却必歌唱 好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 你们必心里喜乐 好像吹着笛行走的人 必上耶和华的山 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 耶和华必使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 在烈怒 吞灭一切火焰 大雨 暴风和冰雹之中 又使人看见他那降下来的绑壁 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 耶和华要用仗击打他们 耶和华必把刑罚的杖 夹在他们身上 每打一下 都有几股和弹琴的声音 耶和华在征战的时候 必挥动着手与他们征战 因为 托韦特那烧着的火 早已安排好了 是为君王预备的 又深又宽 其中所堆的是火和许多的柴 耶和华的气像一股硬磺火 把他燃点起来 不过来的火和尽执载 善待能力 或者想隐等于 我们下来的火和宝 有力的数据 血连 转匀